大家好,今天是苏耀和评论书 今天跟大家继续扯扯乐子 说说段子,说说笑话 这年头日子都不好过 别的不说,疫情闹这么久 一晃都好几年了,都快憋疯了 还不知道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好不容易拿来一个世界上最方便的护照 一次都没有出去过,说多了都是累 无数次的计划,要去台湾住半个月到一个月 天天就是除了吃还是吃,把台湾美食给我吃个遍 吃的绑足腰圆,吃的屁股腰流,然后再滚回去 但是没法成型啊,哎哟,别坏了,真的是 天天就这么,哎哟,真是让人看不到头 这种生活的单调,这种生活的压抑 这种被人捆住了手脚,捆住了翅膀的感觉 太让人难受了,知道吗 所以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必须的,一定要找乐子 一定要说段子,一定要说笑话 一定不要太正经,太正经的人短命的,不要太正经了 我昨天看到有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他说为什么优管上面,是不是越是像我这么三俗的这个节目 越是还有那么几个人看呢,因为大家都别坏了,你知道吗 真的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海外的人,知道吧 因为他也没有一个中文环境,听听中文的段子 听听中文的一些信息,可以打发实践 如果你还能够逗逗笑,挺好的嘛,是不是 干嘛,你还想,你中国人当老师当上瘾,还是那句话 你在家里给孩子当老师,上了学了以后 有所谓的中小学大学老师,完了以后毕业了,参加工作了 还有他们的什么党支部书记给你当老师 你从头到尾,真是都被老师给困住 完了以后你好不容易扇个油管,然后找个乐子 你还有人给你扮着一个面孔当老师,你烦不烦呢 海外的人,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翻墙出来的人 国内翻墙出来看热闹,看你妈共产党,他觉得爽 至于你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 我反正是不装十三点的,是咋的就咋的 真的,这一段时间以来真的是憋坏了 我盼望着拿着我的自由世界护照出去走天下 一次都没有去过,想去年 我当我得知我已经拿到公民身份以后 我赶紧就申请护照,拿到身份证以后 公民证以后,赶紧就申请护照 就想,等我护照一到,我马上就出去 结果没想到,一脱脱这么久,真的不得了 好吧,前戏太长了,今天跟大家讲一个真段子 这个推特上有一个老哥们,我挺喜欢他的 他就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时不时开个玩笑 说几个段子,挺幽默,知道吧 心常说,共产党要来追杀我了 我这个脑命不饱,我每天都要吃好 其实他聪明人,冰雪聪明,共产党追杀他干嘛是 而且他好像是在加拿大住着,前后风景如画 日子好过得很,开个玩笑呗 嘲笑一下自己,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 挥之不去的恐惧感呗 就是我们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觉得挺好,还说他一直在写三本书 我觉得挺好,然后他也有些个词是我编的 有些是他说他在写三本书,很快就要出版了 就是关于西包泽,彭妈妈,还有他们两个闺女 彭叫西,习什么,西敏泽 三个人人手一卷,我跟他命了一个名 我不认识他,我跟他没有任何互动 但是我在推特上关注他的,挺好的眼儿 好去好去,比较好玩,知道吧 我现在看着那些好玩的,让我挺高兴 我看那些不好玩的,假不假的 一天都板着面孔跟我讲道理的,我就 有多远滚多远,我没空听你那些 是不是,没意思 再说你说的那些东西 我八百年前就知道有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干嘛呢 说这个老哥三本书要出版了 我跟他命了一个名字,叫乳包 侮辱,侮辱强奸,乳包三部曲 第一本书的第一,第一部曲 上部,中部,下部 第一部曲,我认为 他自己说写了一部,习近平和他的姑娘们 和他的女人们,我觉得这个东西 这是有版权的,是有专利的 人家香港今天从一个东方蜘蛛 这么一个灿烂的城市 从一个繁华的都市 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包子国的一个屌丝城市 就是因为一本书 习包子,习近平和他的什么女人们 就这本书,整个香港就卸菜了 所以这个乳包三部曲的上卷,第一部 那必须要让给这个什么,桂敏海同学 香港的桂敏海同学,坐着是谁 我不知道,桂敏海是个书商出版的 坐着是谁呢,一直搞不清楚 我看了那个西哥文字,没什么东西,写的不好 不过如果说这个老,推特上老哥们 如果说他能够自己再写一部,写的更精彩 那当然更好了,但是还是要尊重人家的知识产权 明确的告诉习近平和他的女人们 是版权,那已经是在先,一定要尊重 要科学的,要规范的引用别人的有知识产权的文献 要写了像一篇论文 说起论文我去,我前天看到一个论文 我笑的跟什么似的,是吧 说湖南有一个女博士写了一篇论文 哎呦叫什么来着,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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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保持正能量,是吧 完了以后又是关键词 又是这个什么学术的这个什么文献注释 规范,特别像那么回事 特别像一个很有文化,很有学术能力的人写的文章 我去他娘的十三点,知道吧 中国每年生产的论文是最多的 每一篇论文都是一泡狗屎 真的是,这年头真的是疯了都 所以呢,建议这老哥们出三部许多第一卷 如果你菲律兹也写的话 一定一定要把第一卷的知识产权 要留给香港的桂民海和那个作者 今天主要是讲第二部 第二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写 如果他没写,我准备写 或者说有人已经写出来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说第二部的名字很简单 就是彭妈妈和他的男人们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习宝子和他的女人们 第二部彭妈妈和他的男人们 第三部是什么呢 就是习明泽和他的男人们 这就齐活了,知道吧 齐活了 乳包三部许 人类史诗般的杰作 终于在我们这个时代要诞生了 我挺高兴 彭妈妈这个人 你要知道在中国 他也没什么背景的人 绝对是一路就睡过来的 一路睡上去的 最后终于把自己睡成了中国的第一夫人 绝对是这样子的 有很多个细节 比如说跟什么中学老师 跟什么 你想想吧 绝对的 彭妈妈长得也不差 要肉有肉 要牙齿有牙齿 挺好的 知道吧 我想关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面有一个东西 一定要写清楚 知道吧 真的 这是我长期来思考的一个现象 真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第一 这个习包子这个人 悦人无数 那是肯定的 搞了不少女人 但是他是绝对不容许 他的女人搞别的男人的 对吧 而且中国的男人从习包子开始 到你到我都是这帮草性 自己可以在外边花天酒地 叫做外面的彩席飘飘 家中的红旗不倒 是吧 自己在外边可以睡一千个女人 可以睡得浑身没毒 但是不容许自己的老婆 对别人多瞟个白眼 送个秋波都不行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自信 知道吧 叫胡萝卜自信 或者叫鸡把自信 知道吧 你必须要这样说 把话说粗点 习包子是 他的那个生智系自信是最厉害的 所以说习包子有什么四个自信 道路自信 文化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其实还有一个生智系自信 他非常自信 他从来不认为彭妈妈在外边会有人 彭妈妈跟他结婚的时候 肯定不是一个处女的 估计彭妈妈是特意花了手术 这个做了一个花了钱 做了一个手术 假装自己是一个 那个什么 冰添约的胜女第一次 关键是细胞是他信这一套 中国男人都信着他 为什么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个 做生意的方式 有的女人 比如说有的是这个 春楼里的姑娘 比如说东莞的姑娘 比如说海口的姑娘 他十年之间从18岁开始一直到28岁 他都是一个卖身为业 完了以后 他还以一个处女的身份 嫁给了一个优秀的男人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他还是他做了手术 是不是 哎呦喂真的 关键是这个东西 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不是 但是他男人他就愿意信 这叫自信了是不是 他觉得是真的 他觉得挺爽 知道吧 我终于是开垢处女的 你知道吗 细胞子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问题女人哪有那么简单 哎 我这些话说给男人没听到 女人哪有那么单纯 哪有那么简单 越是看上去用绿茶表的人 越有可能这个什么 男人是七七成群的 大红灯那么高高 女人是什么 女人是小白脸成群养一堆的人 或者说泡了一堆的人 因为女人 如果你还留一点姿色 就像彭宝妈长成这样 你对任何一个男的男人招招手 立马像狗一样的就过来了 不费摧毁之女 我跟你说 尤其有点自私 没有自私的女 这个女人 你要对一个男人招招手 他不睡白不睡 是不是免费的 为什么不打呢 这个炮肯定打定了 知道吧 所以呢像西包子这样的人 他基本上他是个 他搞了多少女人 就意味着他老婆在外边搞了多少男人 这绝对正相关 我跟你说 这种事情不单单出现在这个 叫做什么 习近平的身上 也出在出现在你的身上 也出现在我的身上 真的不骗你 所以为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希望你的妻子 是一个比较规矩的女人的话 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自己首先也很规矩 然后两个人形成一个共识 大家都不在外面去乱搞了 对吧 你你习近平在外面搞的女人 他妈的那是车子还抖辆 完了以后 你要求彭妈妈对你中正不二 没有女人没有这么简单 真的我见过大量这样的人生 见过大量这样的故事 有男人在外面挥斥方球 知道吧 在外面指点江山 完了以后觉得自己 然后让自己的女人在家里就是相夫教子 然后就是柴米油盐 茶鱼饭 就叫什么 哎呦就是 就出的厅堂下的厨房 是吧 女人绝对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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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洁善良的女人 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真的是 我说话说的不要连点 我我单身 这个120年呢 真的是走出去以人模狗样了 是吧 我不知道遇到过多少他妈的 那些个已婚的女人 看上去特别好 但是就是想在外边有一腿 为什么 是经常说这些话 哎呀 老公就是左手摸右手嘛 就是家人嘛 在外边都要有个爱人嘛 那女人他也这么想的 你男人说你外边的 红彩蝎蝎蝎蝎蝎 家里红蝎蝎蝎蝎蝎蝎 为什么女人就不可以这么想呢 当然可以这么想了 是不是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 我我作为一个 操了爷们啊 我是从来不去骂这些个女人的 我都是骂这些个男人 你有什么样的行为 你就有什么样的回报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基本上 这个习近平这个人绝对是绿帽子 顶到这个什么天上去了 绝对是靠近白云了 我跟你说啊 习帽子的这个绿色的帽子 习帽子的绿色帽子 靠近那一朵朵的白云 那绝对是一个最美丽的画面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就说回这个 说回这个习帽子搞女人 这个事情啊 啊 刚才是骂她 是不是 现在我们又为她说几句话 就是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年龄年轻轻的啊 细胞子年轻的时候 长得也还不差 是不是 又又有身份 呃 你说哪个女人不想扑她呢 中国的女人都是就两件事吗 要么有钱 要么有权 是吧 有了权酒钱 啊 所以呢 最迷人的这个中国人就是当官的 对吧 所以你看人家莫言老师都讲的啊 德勒诺威尔文学讲的说 哎呀 在中国还是当官来的爽啊 啊 还是当官最能体现人的成就感啊 是吧 那是个事实啊 你说习近平习近平 阿尔当当岁局开始当大官 就是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可怕 那个县里面所有的想睡的人都可以睡到 分分钟的只要你愿意 是吧 然后又当市长什么一路上来 就是你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你你的经验储备太多 完了以后你你也空虚无聊 你找很多个女人打炮 这是男人都犯的错误啊 所以我特别反感男人在这方面假装正经 知道吧 但是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你你这个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啊 这错误就到此为止了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错误继续往前 走 那就麻烦了 比如习近平就是你搞了那么多女人 然后有一天你当了总书记了 当了皇上了 然后民间就开始传你的这些话 香港人就有人出书 然后你这个事本来就到此为止了 结果呢你就受不了 完了以后浓延一路 完了以后桌子一拍操干 把整个香港都毁了 这就麻烦了 是吧 又是抓人的 又是把整个香港都毁掉了 就是因为你这个年轻的时候 你的一个一个一个所谓的这个深知其的自信 完了导致整个香港城市的毁灭啊 导致上亿人的日子过不下去 这才是真正的错误 知道吧 这个道理其实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过 比如说圣经里面就像大卫 大卫他看见这个什么别是妈 是吧 那身材简直美极了 知道吗 在晚上的洗澡 一不小心被看到了 是吧 这个就见思起意呗 就看见这么一个美丽不可放物的女人在那里洗澡 他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皇上是不是 跑过去就给干了呗 那干了就干了呗 是不是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呗 结果他又想把这个事情演示 最后就开始干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女人的老公给想办法给杀了 这就有问题了 是吧 这就是本来你是一个道德事件啊 结果你变成了一个什么流人血的事件 错误就严重升级 所以你看我现在读圣经里 我就会穿起来看啊 我就发现这个大卫后来想给上帝建圣殿 上帝说你不能建 因为你流了人的血 你说你这个大卫把这个憋尸巴的老公给杀死了 是不是 这个事情那是典型的杀人罪啊 那不行啊 所以你没有资格建圣殿了 这西包子今天情况也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西包子这个人呢 就是他有错误他不悔改 你知道他不知道怎么悔改 完了以后他把一个错误他不是缩小 他是扩大 知道吧 所以以至于今天的中国 以至于今天的香港 终于就完球了 终于就歇菜了 一切都是感谢西包子这个这样的愚蠢 这是一场这个 深知性自信带来的一个城市的毁灭 你说是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说什么呢 就是你要写这个彭妈妈和他的女人们 一定要有一个宽阔的视角 有一个深度的一个分析方式 然后有精彩的讲故事的能力 这样的书一定是在华人世界里面畅销 畅销的不能再畅销 啊 所以我是希望这个朋友呢 能够完成他的事迹杰作啊 如包三不去啊 反正我的关于怎么写这本书 我今天都跟大家扯了一个闲片啊 如果你不写啊 等我消停了以后我来写 谢谢大家